字幕志愿者 李ervice 先生 依ți nih!!!! 各位譽主義渡 jump on to myそして signs of some defendants 跟一些當代的歷史 因為我們在歷史課本上是看不見的 所以我覺得 你要去从实诗上或者去阅读 其实我在拍片的时候 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必须要去做口述历史 可是口述历史跟我这样的记录影片 是完全不一样 口述历史它是需要很多正确的知性跟脉络 然后学术的一个观点 很多学者的他们的一个研究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要去特别要去阅读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你自己的个性的一个喜爱度 我喜爱这个就是田园的生活 那是因为在我当实习老师的时候 我是师大美术系 然后我就其实因为我喜欢体育了 然后没有成绩不好 然后就被下放在一个小城镇做实习老师 就是那个时候就跟原住民很有缘 所以我觉得你要喜欢那种乡村 喜欢这个田园 然后我那时候也很喜欢那个家庭访问 因为家庭访问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走进那个真正的生活的 原住民的家的感觉 然后你所接受到的那个对待款待 就是一个很真实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的经验 那第三个经验就是 我觉得要参与义工的服务 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想在这边 因为可能我在十年前 我当个服务社的社长 然后因为我对原住民是有这么贴心 我是他们的老师 其实在里面的片中的那个主角 我也是他的老师 就是技术上的老师 那在他们就是公共电视受讯完以后 他们就要去想要找Case赚钱啊 可是他常常回到花东的时候 有时候就没有钱回家了 他常常就打电话给我 老师你可以转账给我 我们没有车票可以回台北 这一点让我觉得 在那个年代我是很辛苦啦 片子是二十年前 很多的资料累积 那我再来拼求都我现金的一个重合 然后再来就是 我说还有一点就是 你要亲近大师 原住民的大师非常多 那我像你要做义务的 去做去收紧 并不是说你为了拍纪录片 去赚钱这件事情 那我其实我看到我喜欢的大师 我也靠近他 像那个泰雅图的那个维建武老师 他盖的那个传统舞 那我就觉得 哇这个是一个 就是独一无二的 那我就会义务的去帮忙看 那现在还有一个是蒋靖心 就是唱那个 就是郭英男儿子的那个 复英 然后因为他年纪也大了 算是国宝 所以我也说我义务我帮你 我是跟随你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义务的 呃的一个义工的服务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我的经营的分享 我并不是为了拍这部片子 去拍那些材料的 我是二十多年前 我就是一个做影像的人 然后主要的我是做表演艺术 我做研究 那我的身边就会有很多我的伙伴 因为我刚刚讲 他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 我是这样个性的人 他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我到部落的时候 我一样是 刚刚男主角 他妈妈 我也叫妈妈 你其实不管哪一组 你排完主都排主 你去到人家家里 人家叫尼娜 你还是会跟他叫尼娜 就是说他们虽然是我的伙伴 我同样没有当作是公人 我就当作他是我的家人 而且他刚讲 一年一那件事情 在二十多年前 他们认为是很骄傲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是第一 世界第一高楼嘛 然后他说老师赶快你机器借我 我要去101拍什么 我说你们要小心 那时候其实我的材料 那这是那个属于那个Beta Cam 所以他是4比3 所以那个材料 现在的是不太能那个就是 他的画质是不太能就是相等的 所以我经过很多的调色 跟他的一个后置 不然的话 而且你没有觉得那个画质 其实也不是很专业一定要在拍什么事情 他只是在追求他们的生活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 就在Combinating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很多表演艺术的人 就是没有工作 然后所以呢我就拿起了摄影机 然后我就关心 然后带着我的团队去看我的朋友 然后正好余明台劳动雇我在 那我才会把这个劳动这个议题 然后就是呃呈呈呈呈出来 那你再说那个阳刚那个部分 我的片子都很阳刚 对呃其实其实我台博 我也是台湾录影协会的理事长 呃所谓的录影协会都是CAMERA店 那只有我一个是女生 然后你看看呢40部的摄影机 排下来的时候 就是还有一台我的那个什么HP CAMERA 我也跟他们上战产 我是带着弟兄上战产的那种人啊 所以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开过另外两部 我就要分享一下 就是那个CALASIA的迁徙史 他就是那个石门水库的 也是蛮悲惨的 呃就是 这是应该是说呃伸张正义啦 然后另外一个我拍的是那个热性瓦蛋的一生 他是个民族英雄 然后他也是个很很洋刚很憨的一个历史片 然后我都是很喜欢拍照片 这样子 好谢谢 我觉得这件事情尤其是阿拉伯那个时候应该是属于60年代 其实我也是小我也是小学生 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个阿拉伯的时代 可是因为我是在部落里面 因为我的思考我会会往前推跟往后移 然后我就在这个部落里面 我在寻找说有没有老人家 就是也是这样劳动很辛苦的 那所以我才找到刚刚那个那个就是去过阿拉伯 可是他你看啊一个人的光阴大概10年就在阿拉伯 然后就跟每天都是杀啊 他刚讲就是杀啊就是杀 他没有什么舆论 你看10年就是跟杀在一起 然后就是工作 那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尤其你看我现在我是五年级的 那现在如果说青壮年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像学生的话 他们应该是不知道有这么样的事情 因为我有一个自己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现在学生好像跟我们以前 没有那么热情 有时候是不是可以做短片似的 因为现在大家留一些那个视频嘛 那个用手机直接看 然后我觉得一个系列 可是我觉得在那个里面的那个影音啊 就是还是要能吸引人 其实其实我这个片子 我的主题曲片尾曲也是请大师帮我做的 我是觉得我们拍了影像的工作者 有以前的故事 可是还要经过process 就是你要经过去吸引现代的学生这样子 然后他们也是很开心 你看他饮料饭直接就绑着那个绳子 到101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青春大家都有过 可是在青春的当下 你到底你做了什么 让你觉得是永生了 其实到现在他们都在过 我觉得这些应该是说都是 都叫fuckit了很老了 可是每次我 我们看到101的社会影响的时候 他们讲到我很教我是快乐的小工人 对那我是觉得年轻人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不要忘记是说 我们年轻人要记得你的祖先 记得你的上一代的努力 然后呢自己这一代也是要持续一下 就是把你的那个 你的理想目标 而且要展现我们原住民 一个有贡献的事情 让大家知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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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